我的诉求是要五千万 毛小彤父亲控诉女儿不孝 一张口就要五千万赡养费 毛小彤这几年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 可是他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有一个噩梦般的父亲 曾经公然叫嚣 不拿出五千万就一起下地狱 那么现在如何了 一切还要从一档节目说起 一个自称为毛小彤父亲的中年男人 控诉毛小彤在出名之后就忘记了父母的养育之恩 不尽赡养父母的责任 说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 不配得到大家的喜欢 他还提出要求 让毛小彤一次性给他五千万 否则两人就一起下地狱 此事一出 众人觉得这简直是张韶涵父母的翻版了 张韶涵也是一次次被自己的亲人吸血 得到来之不易的付出机会 却被舅舅无情指责 并口出狂言说 不给钱就再一次毁了你的事业 针对此事 毛小彤很快给予了回应 原来真相是这样的 毛小彤的父亲在他刚出生时便将他抛弃了 是母亲一人抚养他长大成人 并支持他从事演艺事业 而父亲并未经过一天责任 因此 毛小彤在娱乐眷立住脚跟之后 最先想要回报的 自然是自己的母亲 面对相思的情况 张韶涵则直接在社交平台回应 我凭什么忍你 毛小彤将事情的始末公之于众后 所谓的父亲也销声匿急 毛小彤父亲见女儿功成名就 想以他的名声相威胁 索取钱财 却不曾想毛小彤直接撕开了他的真面目 毛小彤作为女儿 在事业有成的情况下 善待自己的母亲已经尽到了义务 作为父亲未曾对女儿的成长 经过一点责任 又凭什么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呢 同名不同命 一个辛苦打拼 一个家境优越 关小彤和毛小彤由于名字相似 经常被人拿来一起做比较 尤其是这两年 两人分别出演了 二十不获和三十而已 综艺节目 王牌对王牌 有一个环节叫做说法话 关小彤向毛小彤提问 这两部剧哪个更精彩 毛小彤稍加思考回答 肯定是二十不获 太好看了 收视都比我们三十而已高好多 这个回答非常精妙 表面上是在赞扬 二十不获 但是不要忽略 这可是说反话环节 关小彤提出这个问题 是给自己挖了个坑 毛小彤总不能自卖自夸 所以只能说 二十不获 她的回答滴水不漏 用收视率加以组证 后来毛小彤反问关小彤 你认为你是顶流吗 关小彤说自己糊得一塌糊涂 不但没戏拍 还上不了热搜 你觉得你是顶流吗 我真是糊得一塌糊涂呀 又没戏拍也上不了热搜 对于双方的回答 网友一直津津乐道 两人都是佼佼者 但是在情商方面 毛小彤还是略高一筹 同时被网友拿来相较的 还有两人的家世出身 毛小彤出生便只有母亲相依为命 自小家境贫寒 成年后识人不轻 被渣男欺骗 靠自己的摸爬滚打 才在娱乐圈拥有了一戏之地 反观关小彤 同心出道 演艺世家 爷爷有着极高的地位 甚至被称为金圈格格 经济条件更是不必多说 被绑在柱子上三天 毛小彤的成名之路有多艰辛 在做演员这条路上 毛小彤尝尽了心酸苦楚 他的第一部戏 女神补 是在剧组跑龙套跑了两年才得来的 尽管他的镜头不多 片酬也是杯水车星 可是他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这部戏拍摄地点在武夷山 有一场戏他需要被绑在柱子上 正值隆东 他孤身一人 没有人帮他拿衣服 于是他就生生扛了三天 后来戏拍完了 所有演员都走了 这时候他还被绑在柱子上 被收拾场地的场务发现 场务觉得他非常有毅力 忍不住夸赞他 你真的太能忍了 以后一定能诚实 毛小彤始终相信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路才踏实 所以即使身处浮躁的娱乐圈 他也没有急功近利 而是精心打磨自己的演技 对于努力过后的结果 他从来没有抢求什么 交给上天来安排 要么不拍 要拍就拍到最好 在物欲横流的娱乐圈里 他从来没有沾染半分坏习惯 也没有什么负面的新闻 不炒作 不捧高彩逼 一心一直想创作好的作品 在一个个小角色中磨练自己 到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精彩的主角 无语有云 三十而立 三十岁的他活得更加通透 这一年出演了三十而言 凭借强大的共情能力 他眼活了钟晓晴这个角色 凭此获得了第二十九届华顶奖 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 最佳女演员和白玉兰 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更让观众看到了他不一样的一点 在一次采访中 毛晓彤说 我选剧本会掂量自身的能力 要对得起制作方 更要对得起观众 正是一直怀揣着这样的初心 能够时刻牢记自己想要什么 也有了这个闪闪发光的毛晓彤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